歡迎大家出席香港辯論超級聯賽 月祖第四輪賽事 今天的辯題是公平貿易咖啡能有效扶貧 對賽雙方為正方金巴輪掌路會要道中學 及反方加樂薩書院 現在我會介紹雙方辯園 正方主辯黃靖雷 第一副辯李欣林 第二副辯楊啟江 協辯張詠琳 反方主辯林樂施 第一副辯林樂程 第二副辯陳柏蓉 協辯黃韻薇 我們很高興請到三位評判為今場的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是 匯資中學辯論隊負責老師李靖權老師 保良局賽界有學校辯論隊助教劉子榮小姐 正式提反書院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周敏林老師 本場比賽分為主辯台上發問 一副二副台下發問及結辯 發言時間是4.334 反方主辯完成發言後 雙方各有一次台上發問機會 台上發問完成後 正方一副接續發言 但反方二副完成發言後 會進行台下發問環節 雙方各有兩次台下發問機會 台下發問完成後 會進入結辯環節 除了台上發問及台下發問環節之外 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 有一叮提示 叮 夠鐘則有兩叮提示 叮叮 超時15秒則會練叮幾下 叮叮叮叮叮 為了避免叠聲 所以造成收音的誤會 所以我在叮的同時都會舉牌 所以請各位辯論 如果聽不到叮聲 都可以看螢幕 看看我有沒有舉牌 就可以辯認是第幾下的鐘聲 詳細的賽規已經發佈了 給各參賽學校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現在請正方主便發言 有四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剛可言 嘗咪嘗咪 請問聽不聽到 清楚 準備好請剛可言 可言 可言 各位大家好 咖啡農業日直是落後地區的主要收入來源 1989年 據穩定咖啡價格障礙的國際咖啡協定劃解 由於小龍置身缺乏意加能力 再加上咖啡受天氣和內戰影響 咖啡價格跌到有市來的最低價 導致蘇巴馬的農民相繼出問題 因此當時荷蘭公平貿易組織提出 和莫西哥合作進行第一次的公平咖啡貿易 及後丹麥、英國、美國等歐美地區開始盛行 近年亦有打入東南亞市場 隨著咖啡產業的擴張 亦吸引越來越多的小龍家 公平咖啡維護自身的權益 公平產出的咖啡量由2003年超過1萬噸 越升到現在接近10萬噸 根據聯合國定義 公平貿易最重要的發展概要是 貿易而非援助 2001年世界銀行提出了三方面的扶貧方向 正正能夠應對美加公平貿易認證協會 所提出的公平咖啡三大角色 第一,基本生存需要方面 公平咖啡提供最低收購價 改善農耕技術、穩定收入 第二,自主發展方面 公平咖啡設立合作社 全結農民自主貿易 第三,實現誇大脫貧方面 公平咖啡成立基金會協助現立基建 因此,今天變提的行動標準為 透過公平貿易可否令咖啡小龍和其他 當地的貧困人士改善生活素質 而我方贊成變成原因有二 第一,提供生產效能 農民收入上升 沒有加工的咖啡豆出售遠低於市場價 而公平貿易就改善了這個情況 在未加入公務前 公共咖啡廊用缺乏通賠和加工設施 出售價大約是一美元 但加入了公平貿易後 令他們有資金購買加工設施 提升買價 讓咖啡每公斤獲多一倍的收入 奧塞和比亞咖啡農民 每磅咖啡售價指數1.6美元 但加入了公平貿易後 每磅咖啡可出售4美元 雖然態度很少 但足夠他們一家四口三日的販錢 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指出 加入公貿後 不少國家就例如印度、越南等咖啡農收入 已高於家庭基本開支要求的兩倍 可見公平貿易咖啡能改善生產模式 幫助小龍提供生產效率和品質 增加收入 第二,建立基建改善衛生和教育問題 要做到真正的扶貧 就要令小龍自力更新 打破誇大貧窮的重環 伊索比亞勒過多年 一直會於絕對貧窮線下 過去都未有改善 但伊索比亞農民合作者 聯盟於2002年取得公平貿易認證後 一直善用基金現立大量基建 2004年至今已興建26間新學校 一間診所 86個清潔供水站的建設 即使沒有加入公平貿易的當地居民中 已有最少2萬3千位小朋友 可以接受教育 遠超於過去100年的發展速度 伊索比亞拉關合作社 加入後用發展金興建水塔 超過140戶家庭可享用自來水 改善水資源不足的生存問題 最後想問有方 所謂有效 除了短暫的收入 是否需要同時考量其可持續性呢 多謝各位 現在輪到反方主編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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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輪到反方主編發熱 請問可否 收入提升依然是公平貿易帶來呢? 荷蘭拉德布德大學就09年和12年針對秘魯農民的研究就顯示 無論有沒有加入公平貿易 他們的收入升幅都是一致 由方所說的收入提高是直接由公平貿易導致 還是市場價格本身就升呢? 再者有多少人受惠於公平貿易 英國公平貿易基金會的數據顯示 全球只有3%的咖啡農參加了公平貿易 覆蓋面這麼小是不是還叫有效? 難道幫到一個人就叫有效扶貧嗎? 所以衡量變態就要看公平貿易咖啡 能否針對咖啡農貧局的根因 提升整體收入 我方論點由二 第一,制度存在漏洞,農民無法得益 公平貿易的制度理念是好但無法真正幫助農民 首先加入公平貿易成本高額 加入公平貿易需要付認證費和申請費 但阿當·史密斯研究所指出 大量真正群共的農民連加入的認證費和申請費都無法負擔 看回公平貿易的網站 20年公平貿易咖啡最大的三個出口國分別是 哥倫比亞、宏都拉斯和秘魯 但當地政府的數據顯示 當地農民的平均收入分別是貧窮線的2倍、9倍甚至12倍的時候 難怪卡馬洛島咖啡烘培營銷總監非帝斯都指出 大部分受惠於公平貿易的農民都稱不上是窮人 受惠的不是窮人又怎叫附了貧呢? 再者加入了公平貿易都不等於賺多了錢 公平貿易只是每磅咖啡豆保障額外多一毫子的美金收入 但認證費已經扣走了接近一半 貴斯汗星州經濟學家布拉德更加指出 公平貿易限制農民使用有機肥料高質素的農藥 進一步增加支出 2014年聖地亞哥加州大學的聯合研究就發現 參加公平貿易雖然能夠提高收入 但同樣都有額外的支出 兩者互相抵銷,實際上並無得益 甚至乎就算真的有額外的收入 貧囑的工人都得不到幫助 康朗爾大學19年的研究就指出 農場主人就算賺多了錢 都不會加工給農場工人 而公平貿易組織亦都無法有效監管 可見農民未必加入到公平貿易 加入左右未必賺到錢,無效扶貨 第二,供求持續失衡,無法針對根因 美國農業部的世界咖啡市場原貿易報告顯示 過往十年全球咖啡豆供過於求 預計未來差距還會持續放大 因此佛羅里達密西哥灣海岸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維克多就指出 比起貝亞閘,工作與求才是咖啡籠收入的主要原因 而要解決問題 我們應該做的是鼓勵咖啡籠轉行 減少咖啡豆產量,令供求達至平衡 但公平貿易咖啡就反其道而行 正如牛津大學經濟系教授保羅所指 公平貿易制度下,農民要繼續種咖啡才可以得到公平貿易所提供的基建 額外的收入 令種咖啡的農民沒有人轉行 還吸引本身不是種咖啡豆的人 令咖啡豆產量上升 但咖啡豆需求不變,令公平貿易陷入兩難 第一,如果維持原油價錢,供應增加但需求不變 咖啡豆賣不出去,無助扶貧 第二,如果想賣到出去,必然要降低價錢提高吸引力 那就意味著收入減少 沒有扶貧之餘,農民反而變得更加窮 可見公平貿易只會加劇貧窮問題 最後想問右方農民透過公平貿易 直接得到多少額外的收益呢? 多謝大家 接著會轉入台上販賣環節 先由正方台上任何位變元 向反方主變提問 發問時間1分鐘,反方主變準備1分鐘,回答1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有一丁提示 之後由反方任何位變元向正方主變提問 發言時間同上,雙方均有向對方提問一次 及回答一次的機會 接著回到正方一副環節 請問相方有沒有問題? 情況請注意,填寫台上發問分數的時候 要特別留意反方分子 第一格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現在先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變元作台上發問 是正方二副環節 請問收音清不清楚? 收音清楚,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各位各位,大家好奇 今天友方和我擔心的就是零和一百分別 因為今天一些像哥倫比亞那樣的國家 在公平貿易的幫助之下 不能立即變成美國就是無效 也不如友方和我清楚解釋 今天何謂叫有效? 難道所有小農全都去高等行業做事? 沒有人中咖啡? 這個是友方的有效嗎? 所以說到底 如果友方覺得無效完全忽略了 可能公平貿易之下所帶來的作用 為何這些小農會不退出公平貿易呢? 謝謝各位 反方應該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不乾脆 我不能立即 真的 正 全面都給你 叮叮 準備時間結束 反方主便請作答辯 事麥事麥請問聽不聽得清楚 聽錯了 你有一分鐘時間 準備好請講韓伊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有問問我們 如果公平貿易 真是無效扶貧 為何小龍不退出公平貿易 我方便給你看看他推出公平貿易的農民 住在馬克林的農民蔡仲先生表示 公平貿易一開始的時候所有家庭都參加了 但因為公平貿易機構經常好遲才付回收購咖啡豆的錢 所以現時參與家庭的數量減少了一半 這些就是退出公平貿易的小龍 多謝大家 現在請返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園作臺上翻文 請返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園作臺上翻文 市民請問聽得清楚 請問清楚我準備好請問可以 可以 定 今天由方浪政變題正說 咖啡龍加入了公平貿易之後 收入提升了兩倍 但農民收入提升有很多原因 可以是因為主邊所說的整體市場都提升 又或者是那年產量多了 咖啡豆賣多了 收入便自然會提升 因此請友方清楚加代三個數據 第一,提升了收入的農民 如果他們不加入公平貿易 同期的收入是多少 第二,同一班農民因為加入了公平貿易之後 收入有多少 第三,上述兩者的分別有多少 多謝大家 定方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還會開始 提升了 一起先 氣 右 再注意 有什麼 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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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时间结束,请政方主边答辩 请问听不听到? 听到,准备很清楚可以 可以 订阅 各位大家好,首先很感谢有方的问题 有方若我们举出数据,说他们前后对比 和他们收入是加了多少 我方现在回答你了 瑞士教育调查,他们表明通过认证的公平贸易咖啡 他们农民每公吨生产咖啡 比未认证的生产者多出328磅 因此他们每年的收入获得多于未认证的1120美元 再看看他们的对比 这个萨赛克斯大学就说他们公平贸易市咖啡收入高出39% 和传统的农民对比 他们两组之间收入相差是43% 可见呢 加入了公平贸易后确实是比未加入之前是多出很多的 最后也都想问有方,他们退出之后的收入会不会比公贸多呢 多谢各位 台上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轮到政方第一副面 大家提醒各位辩元 在我讲完两兵之后 尤其是台上发问环节及台下发问环节 请立刻终止发言 现在有请政方一副发言 现在请政方一副发言 CYCY,听不清楚? 清楚? 我准备好,请可以 可以 可以 定 在这里,大家好 听完有方的主辩言 有方就提出了 说要增加整体农民的收入 的衡量准值 实际上是给了我方一个极致不公平的量证责任 因为有方根本就要求我方量证公平白鸭 咖啡現時已經要幫助農民 完全解決所有問題 而今天站在可持續的角度 其實扶貧是一個持續的過程 而不是一個一次性的措施 所以有方要求我方方立刻有效是不合理 有方今天主編有提出有三巴仙 只有三巴仙的農民可以加入這個公平的咖啡 但是今天我們用實際數字來看 全球有1.25億的農民 三巴仙有接近375萬的人可以受惠 當一個政策可以幫到這麼多人是不是都是無效呢? 有方今天主編提出很擔心小農的成本會上升 因為當中要包括入會費、種植等等的高昂費用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國際公平貿易組織 咖啡農民家庭收入中位數指出 扣除所有的成本 其實在公平貿易下他們都有賺 甚至是可以超越貧窮線的時候 有方的資料究竟從哪裡來呢? 所以今天有方不應該只是說有多少的貧窮問題 應該要比較公平貿易出現前和出現後的分別 有方今天有三大問題 第一莫視現況 其實有方要了解每個地區面對的貧窮情況都不一樣 同樣是貧窮不少的東南亞和南美洲地區的咖啡收入 已經超出了貧窮線 以哥倫比亞為例 世界銀行設定哥倫比亞的貧窮線為每日2.8美元 但現時哥倫比亞的公貿咖啡收入 已經有7美元 遠高於當地貧窮線的2.5倍 但有方這樣很搞笑 就是說幫不到最窮的那班就等於沒有幫助 但我們看到原來一些極端的貧窮非洲國家 雖然公平貿易未做到哥倫比亞的效果 但國際貿易 國際公平貿易組織的標籤報告指出 盧旺達、肯亞、南非等大部分的咖啡農 都已經脫離了絕對貧窮的困境 而伊索比亞的咖啡合作社在04年的公平貿易基金 派發給每位農民有2萬美元的紅利 足足是伊索比亞人工收入的10倍 難道今天世界上還有窮人 有方就否定伊索的成效嗎? 其次有方就忽視了發展基金的角色 其實不少落後國家例如伊索比亞 因為水資源、污染和短缺的問題 不單是影響了生產效率 就連最基本的生存都成為問題 就證明我方主編提出 尼加拉關合作社用發展基金興建水塔 一來這樣可以令咖啡農有更多的水資源協助生產 提升生產效率 二來當地居民不用再喝污水維生 可以滿足基本的生存要求保障健康 讓這些有方都選擇視而不見 覺得他們幫助不了 最後有方目光短淺 其實今天貧窮問題不單單只是考量現代人 參加公平貿易組織的SOFA表示 透過向農村小孩提供教育 提升知識和生活技能 才可以令村落有可持續的發展 而參加公平貿易組織的KTA和坦桑尼亞合作社 KCU合作之後 因為收合上升 所以他有能力把三個小朋友送去學校讀書 更加重要的是 所以看到其實他們考慮的是為後代而考慮 希望透過知識去打破 跨代貧窮的惡性循環 如果沒有公平貿易 就不能用自己力量去接受教育 而今天的公平貿易合作社 在伊索比亞喜中學校 有近22萬人受惠 想問有一封公平貿易的成效 為什麼可以針對咖啡小童呢? 多謝各位 現在是反方第一副片發言 目前沒聽到聲音 請問聽不聽得懂? 現在聽得懂 我有回應 現在沒有 準備好請可疑 可以 謝謝 主席 評判 各位 大家好 剛才有方說 公平貿易不是要即時幫助農民有助扶貧 但是公平貿易 有方主辯說公平貿易從1988年走到現在 現時都是無助扶貧 想問公平貿易是否沒有成效呢? 來到一副我們從三方面審視面題 一 公平貿易咖啡的成效 有方論點一說農民加入公平貿易之後賺到錢 但主片都說過 咖啡龍為了符合 種植交球的開支會抵消了他賺的白外收入 想問有方同學 咖啡龍加入公平貿易之後就能賺到多少錢呢? 據斯德哥爾摩斯德哥爾摩大學的研究 公平貿易機構比傳統咖啡機構只賺多了0.7美元 但公平貿易需要維持機構運作 興建基建 聘請導師教農民種咖啡通通都需要資金 最後農民根本都能夠應有的收入 想問有方同學 公平貿易得這麼少的收益 扣除營運費用之後增加了咖啡龍多少的收入呢? 而且咖啡龍還需要買肥料 給應證費 咖啡龍最後又真的賺到多少錢呢? 有方論點二就說 公平貿易會投放資金 其一些能夠扶貧的基建 例如銀行、學校 從而提升他們的教育程度 有方所謂的這些學校 幫到多少原本沒讀書的小朋友呢? 倫敦大學經濟學教授克萊密指出 很多農民只用不同公平貿易的機構 基建的基本設施 世界上最大的公平貿易零售商 Severry的調查指出 公平貿易機構所謂的回饋農民的資金 不是去起基建去幫助農民 在一個fair trade trade的合作者裏面 由保費資助的現代廁所 只能夠為高級管理人員所使用 你興建的設施又不是真的被那幫農民用的時候 那你究竟提升了什麼的質素呢? 而公平貿易咖啡的針對性 有方說公平貿易幫助到咖啡龍 有方標準很低 在有方眼中就算只有3%的咖啡龍能夠加入公平貿易 公平貿易的覆蓋面細 成效低都算是扶到貧 反問有方在你眼中幫到一個人賺到一毫子 是不是都算成功扶貧呢? 3. 咖啡龍貧金的原因 根據藝地馬拉最大的公平貿易認證合作社 杜肺德科卡瓜報告指出 有7%的公平貿易產品都是未能成功售出的 可見公平貿易咖啡豆的市場已經供過於求 根據投資平台財經M平方數據顯示 因為咖啡產量大增 一磅咖啡豆的價格由一年的0.26美元下降到0.1美元 可見公過於求是導致農民貧窮的一大主因 但公平貿易為小龍提供輔助設施 提供種植有因 令產量持續上升 咖啡豆的價格就會持續下降 惡化公過於求問題 到時再多的措施都無法扶貧 想問有方鼓勵農民 多謝各位 現在輪到政方第二副面法院 請問聽清楚清楚嗎? 清楚,準備好清楚可以? 可以 各位大家好,今天遊方對於河衛遊客的定義很簡單 只在乎數值和其他政策一樣 沒有八九成的轉變都叫無效 但他不了解的是 那小小的轉變對當地農民的影響有多深遠 因為一餐飽飯、一雙鞋 一杯乾淨的治療水對他們來說都不是必然的存在 所以我方主要先提出 滿足農民基本的生存需要 為他們帶來更多收入 其實有方不反對 而有方已經說過了 國際公平貿易組織他們增加了小農的收入 脫離了貧窮線 對方不要再混淆視聽說沒有幫助了 再加上有方同學不了解的是 在自由貿易的體制當中 因為很多農產品的價格會受到波動和汽油變遷的衝擊 許多農民和工人真的未受益 而有方同學就說要用市場來解決問題 為何?他有方同學又不說了 所以公平貿易現在能夠起基建 是因為他們已經維持到生活所需 但你試試放在以前他們怎樣去想場餘 這些是多麼諷刺的事情 因為他們連基本的飽飯都未知道可不可以做得到的時候 提高收入的重要性 就是為了可以安定他們的生活 進一步去思考未來 而有方同學認為解決不了問題就是無效 再進一步 有方其實今天都忽視了公平貿易更深入的重點 是講共同的擁有權和自給自足的概念 以往農民的力量分散 但大家只求兩餐溫飽有錢收集滿足 再加上缺乏外界的資訊 農民之間價格競爭的心理 就會被中間商利用削弱農民的主導能力 加入了公平貿易之後我們看到結果是甚麼 合作所進一步零聚小農集合咖啡存貨提高出口的渠道 令他們了解市場情況 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在1516年年報指出 有超過160萬農民接受了1億5千萬英鎊的社區發展金 達到自主的發展 最終所有的小農既是生產者又是決策者 農民不再是個體而是命運的共同體 其次在自給自足上 只有自己發展的產業才叫做持久 在60年代發展中國家就意識到 依賴富強國家的捐助 主導權永遠不在自己手上 咖啡農業的發展上其實不少國家都興建了自己的咖啡出口辦公室和倉庫 協助農民建立交易網絡 所有的生產者組織、收購商、貿易商、商標的授權特許商 全部都是公平貿易組織的會員 組織之間他們互相採購、生產、製造 並非任何人都可以隨便進入組織投機、創賣 彼此的商業網絡是建立在一個長期的合作當中 以上的商業模式亦是聯合國對於消除貧窮的建議一大關鍵 當然是脫離貧窮循環的主要條件之一 如果不改善大家的生產模式 對比起發達國家幫他們建再多的學校、給再多的錢都是徒勞無功 所以友方其實今天很奇怪 一方面又承認有效只不過又太少 幫得多又說不關便提示 想問友方現在哪一類扶貧政策是符合友方這麼矛盾的定義呢? 多謝各位 然後是反方第二扶貧面 然後是反方第二扶貧面的大約 如果是反方第二扶貧面的大約 主席、評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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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首先我問一問一問有方同學 究竟鼓勵更多農民重植咖啡 解不解決到咖啡豆供供供的問題呢? 有方同學回答 反正他知道的 而且公平貿易不斷鼓勵咖啡豆重植 只會增加咖啡豆供應 解決不到農民貧困的根因 所以我問有方同學 增加咖啡豆供應 令咖啡豆貶值 能不能夠增加到農民的收入呢? 而且其實有方的主席也跟我們說的 在03年的時候 本身有1萬噸咖啡豆生產到 到現在已經有10萬噸咖啡豆生產到 所以有方主席已經承認 那些資料已經承認了我方所說的 公平貿易根本就是惡化 現在解決到公過於求的問題 再者,我方同學想問一下 那為什麼現在那3%的農民 有基本的需求 就叫做脫了貧呢? 有方同學論證很粗爽 他只是跟我們說 他沒有跟我們論證過 為什麼那些農民 現在有基本需求 有乾淨的食水 就叫做脫了貧 而且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是不是要全世界的人都要不貧窮 才叫做有成效呢? 但是現在全世界只有3%的人 進入公平貿易 而且那些進入公平貿易的農民 在加入之前已經超過了貧窮 他們本身已經不是窮人 你幫助他們 是不是幫助窮人脫貧呢? 再者,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以前的公平貿易的咖啡豆 以前的咖啡豆生產 是會給 是會有波動的 現在因為公平貿易 他們就沒有波動了 但是在100多年加入了公平貿易之後 他從94年到19年 他有很多的波動 包括2014年的時候 他本身市場的價格是2.4美元 但是去到2美元 因為他有巴聲的汗裝 影響到他的咖啡供應 令到他的收購價降低了 在17-19年 他從1.6美元跌至1美元 就是因為全球咖啡豆供過於求 所以其實現在全球咖啡豆供過於求的問題 過於嚴重 而經貿易完全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他又如何幫助到 一些真正貧窮 在貧窮線以下的農民脫到貧呢? 謝謝各位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台下派出一位辨員 向反方台上辨員發問 正方無權指定回答者 反方可以自由派出台上辨員回應 台下發問時間1分鐘 台上準備1分鐘 回答1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甚至有一丁提示 之後會由反方台下派出位辨員 向正方台上發問 發言時間同上 雙方各有兩次台下發問機會 兩條台下發問可以由同一辨員提出 雙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台下發問環節現在開始 請正方派出一位辨員 作答一條台下發問 試麥試麥試麥 請問聽到嗎? 聽到,但可能要開一開鏡 好 可以 要開一開鏡 封面使 就要開鏡 想出門 對 請問 請問 給我們 請問 請問 ан 你準備好說可以吧 可以 還有各位大家好 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在1516年的年報指出 有銷過160萬農民及工人 接受約1億5千萬英鎊的社區發展金 依索比亞時至今天起 教育方面就起了26間學校 擴建35次 公共衛生方面就起了供水設施 公共廁所、診所 加入供貿咖啡後20年間發展速度 遠超於過去70年 尼加拉瓜加入供貿咖啡後 咖啡農業出口升至全國出口量的20% 據聯合國2018年人類發展指數報告中 2018年尼加拉瓜發展首次超越 維地馬拉和紅都拉斯 基建發展都比鄰近地區快 想問有方如果無效 你方如何解釋錢從何來呢 反方有1分鐘時間準備 都選擇了 增加坡 投票 緣 3 3 4 3 4 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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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準備時間完結,請反方派出位別人搭致。 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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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確是有微薄的利潤 我方都承認它的確是起到基建 但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倫敦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達克萊麥都指出 很多農民都使用不到公平貿易組織興建的基本建設 甚至世界上最大的公平貿易零售商的調查都指出 公平貿易機構他們所謂的回饋農民的資金 根本就不是去興建一些基建給農民 所以我們看到 入方所說的基建農民用不到 入方所說的錢都不是去回饋農民的時候 為何是有作扶貧呢? 甚至有幫二父跟我們說 因為以前咖啡龍會受到市場的價格波動 所以他們收入就會減少 但是二父也跟你說過 原來公平貿易組織的收購價都會隨著市場的價格波動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01年全球咖啡公共預求市場價格跌至1.2美元 而公平貿易的收購價由1.2美元 現在請反方派出位便宜 作第1條台下販文 現在請反方派出位便宜 作第1條台下販文 invitation to support 未開米 萬一一毫 大不遺 可大聲一點 vere 怎麼舉 不遺 кор 準備好聲盒才可以 好 可以 主席、評判最多位,大家好,有方努力說,加入公平貿易之後,咖啡豆價格高了,但價格高了不代表扶到貧,因為大量咖啡豆都賣不出,根據危地馬拉公平貿易合作社的報告指出,有七成七的公平貿易產品都未能成功售出,有方推高了咖啡價格,只會令更多的咖啡豆賣不出, 請問有方同學,咖啡豆銷量減少,收入是多了還是少了呢?多謝各位 正方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正 丁丁,准备时间结束,请政方派出位便言答便。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清楚,准备好,请说可以。 可以。 请问,公平贸易咖啡制销的问题究竟有没有效呢? 我会跟你说有效。 我们从结果上来看,通过了认证的农民每公斤生产的咖啡给未认证之前的生产者, 多出了328磅,每年的收入增加了1,120美元的额外收入, 这些从结果上而言是有效的。 再加上,有个人忽洩了的就是公平贸易咖啡出来之后的影响, 除了是他们的收入增加,再加上他们的扶行措施, 建学校、建基建、供水设施,比他们的咖啡等更好的品质, 这些全部都是影响,但有分合选择完全忽视这些。 就跟大家说过,收入增加不了,又或者他们用不了, 但有分合选择有没有跟大家说过,究竟有多少人受害不了呢? 我帮我和你说,160万人受害到, 1,000亿的美金援助金,这些社区发展金, 全部都是落到农民手上,为何又是用不了呢? 不如有分和我们说,究竟有多少人用不了, 或者有多少人真的不能受害, 所以才显示出公平和咖啡是无效的, 多谢各位! 现在请反方派出第二位边缘,做第二条台黑发文。 是不是正方? 正方,不好意思,正方派出一位边缘,做第二条台黑发文。 想问,听得清不清楚? 清楚,准备很清楚可以。 可以。 听。 各位,大家好,有风今天对于有没有成效的定义很奇怪, 有风和我说,收入多了两倍不够, 但有风又觉得对哥伦比亚多了七倍的例子时而不见, 而且今天有风和我自相矛盾, 有风承认了公非所提供的基建帮到农民, 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农民家育, 但是又觉得现在全球有三百七十万的农民是太少, 就说战战全球咖啡龙的比例不够。 想问,有风同学, 为什么美国、法国的咖啡龙是因为有条件, 所以不交易的情况之下? 有风同学都要逼他们交易, 才是为止公平贸易是有效呢? 请有风同学解释。 多谢各位! 反方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请反方派出代表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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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今天高平民除了经济支援之外 更加重要的理念就是让小龙有专业的生活 所以今天香港的行为就像在撕捨给小龙一样 而是其实今天高平民最重要的就是透过小龙努力地生产资源 有专业的工作 获得应有的报酬 他们为的是社区未来的发展 是希望会有一些自主权在自己手中 不是好像有专业那样只是给他们 所以当今天农民没有知识、没有能力的时候 那直接在学校到底有什么帮助呢 今天我们看到原来跟传统的农民相比 在公平位下农民的小孩子在入学的基论 几乎是传统农民的两倍 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同样都可以做一些效果的时候 其实没有冲突 所以同样有方都已经成功了当中的成效 多谢各位 现在进入洁便环节 双方洁便都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谢谢大家 谢谢 manifestation division Enjoy 谢谢 谢谢 الن 谢谢 丁丁,准备时间结束,现在先由反方结变总结 热情数量角质入坏场理 可以认识和前方转码 开始放途和... 闪戴Nnight's Night 听得清除准备好声音效 可以 可以 丁丁 各位大家好 来到健庇环节 我们不妨追溯一下公平贸易咖啡的创立历史 它的创立是源自于1988年的咖啡危机 由于当时咖啡供过于求 所以荷兰开市公平贸易这个机制 正常想透过人为影响提高咖啡豆的收购价 从而提供农民足够的工资 但是明明今天的问题是高过于求 你已经做的是减少咖啡豆的生产量 为什么今天有方反而用公平贸易 提供农民种植的诱因 增加市场生产量 令他们的困境变得更加困难呢 来到结边还是 让我从几方面归纳全场 第一,成效 我刚才前程说过 加入公平贸易是需要高岸的成本 所以较到公平贸易的农民 其实根本已经不算是农民的时候 那帮的也不是农民 那怎么叫做负货呢 甚至今天有方所说的成效 有方所说的种种成效 他也论证不了 他今天跟我们说 他加入了之后 会提升了多少的收入 但是我方前程问过 为什么 那帮农民提升收入 是公平贸易带来的呢 有方全场都没有回应过 所以跟你说的 就是农民收入 都可以是因为整体市场 在提升的时候 有方你又交代不了 一帮提升了收入的农民 如果他们不加入 如果他们不加入公平市场 同期收入是多少时候 有方你又怎样论证你的成效呢 我们看到原来 就算入了公平贸易 都不见得赚得多钱 公平贸易的诸多限制 主便所说的那些有机肥料 一定要逼他用高质素的农民的时候 全部都是增加农民的支出 令他们收入都被抵消了 所以有方今天在成效方面是说不过去的 第二根源 其实今天有方都知道根源 他收入低的根源是因为功过于求 但是今天有方反而说要增加多些基建 令他们帮他们提高生产量 现在你帮他们提高生产量的时候 正正就是恶化功过于求的问题 我看回原来由03年到现在 他有0.3万吨 他的生产量提升到10万吨 这就是正正恶化功过于求的问题 今天有方令他们赚得更 恶化功过于求的时候 令他们的咖啡豆生产量多的时候 价钱又越来越低的时候 令他们赚了更少钱 是不是又为了班农民好呢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是鼓励班农民转开 减少咖啡豆产量才是真正正正帮他们解决问题 甚至乎今天有方跟我们说 以前会随着市场波动 所以就没有办法维持基本的收入 但是有方以赴台下的时候 已经说了 其实原来公平贸易都是跟市场的波动去调节价格 我们看到原来2017年至2019年的时候 市场价格是因为 市场价格是1.6美元的时候 而公平贸易就调整了它的价格 由1.6美元跌至1美元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 原来公平贸易都是根据市场波动做调整价格的时候 收入又会提升了多少呢 甚至乎今天我方台下问有方 是否没有了公平贸易 就代表它的基建是没有的 有方其实也承认的 所以我们看到有方今天所和我们说公平贸易 建基建 令到它们可以 又改善它们的生活质素的时候 为什么不是政府 其实它们本身已经打算是 改善这些事实 所以为什么一定是公平贸易大力呢 其实一个合理的咖啡豆收购价 应该是由市场自行来定的 当生产量多的时候 价钱自然会低 同样对人家当生产少的时候 收购价自然会高 今天我们想帮農民提升收入 是应该令他们主动去减少生产量 使市场价格的提升才是对他们做的扶贫政策 各位 现在由政方杰便总结 请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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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计划公平买咖啡 有什么必要有什么效用可以帮到这帮窮人呢 我们经常说受人以语 不如受人以语 即是说送鱼给人不如教他们怎么捕鱼 一条鱼可以解释一时之机大人长久 如果想永远有鱼食 那是真正学释捕鱼的方法 一樣,需要解決貧窮問題,尤其送錢給人看經濟可給的資源,不如讓他們學會真正貧窮的方法。 例如英國發展都要作為基石,中國已農納國。 咖啡成功都明白這個道理,寧願自己出賣努力賺血汗錢去慢慢地成長, 酒飾咖啡重新種子成長的過程,從種植觀察木水空培加工出售, 整個溫足過程是很繁複的,需要很多耐性。 就和今天扶貧的概念一樣,要用很多年的時間去等到修成期的到來。 如果有些東西在中間操資過急的話,就會失收。 而今天有方就在押苗助長,根本不是幫助貧窮國家。 今天有方跟你們說,我方又漏洞,公費成本過高,明顯有方不瞭解現況。 加上國際公平物組織咖啡農入家庭的中位數報告顯示, 狠亞哥羅倫比亞、印度、越南,靠除成本,都是有錢賺, 其實利潤是超過他們的成本,就以印度為例。 小龍收入在高於基本生存的兩倍, 哥羅倫比亞、小龍高於貧窮線, 從每日只有2點美元,入了公費之後每日有7美元。 有方今天在誇大公過的需求的問題, 而公過的需求有方跟我們說有7乘7的咖啡, 這樣制銷。 那麼小龍有沒有賺到錢呢?有方又不跟我們說。 還有,為何公過的需求必然是跟公費有關聯呢? 又為何是必然公費導致的內戰打仗國際議題都會令到咖啡的價格下降。 而咖啡價格暴跌時,有公平貿易認證的農民, 他們足足是沒有公平貿易認證的兩倍。 但發現今天有方存在三個問題, 第一,不要在整個公平貿易的運作。 有方說公平貿易有入會費最慢的化肥龍等, 接著搞笑會令小龍賺到的錢和成本抵消。 很明顯有方並不了解公平貿機制, 公平貿易當中存在一個保證金, 很明顯即是保證市場價格不會少過某個數, 就算市場價格咖啡豆好受影響大受打擊都不會利潤為零。 反之若沒有公平貿易不讓市場入會的機會, 不讓他們一個自力更新的機會, 咖啡豆中間雙冷靜的情況只會越來越嚴重, 只會令他們的錢越收越少, 因此今天一步一步去做好過原地踏步。 第二,今天有方過分離地, 有方跟他們說公平不公平, 不可以為及所有人,甚至有些人幫不了。 然而國與國之間本身就存有參差, 有方沒有比較過那些貧窮國家, 加入前後究竟有什麼變化。 事實上就算,如果今天沒有公平貿易, 小龍本身也會有同樣的付出, 甚至小龍的收入會更加少, 而有了公平買價錢之後, 雖然來說沒有直接收益,沒有太大變化, 但起碼在現實來說, 有些小朋友已經可以出去讀書。 而第三,有方不理解公平買咖啡的可持續性, 為何會有貧窮,歸根舊底, 就是資源不足。 非洲窮人,世世代代都依賴中咖啡。 咖啡產業發展越來越快, 但農民向上速度反而越來越慢, 甚至倒退, 連最基本的收入都維持不到, 我再說要打破循環。 反觀,公務咖啡又做到什麼呢? 保證金是第一環, 多數設備和水源是第二環, 收入上升起學校是第三環, 接收教育以知識改變命運是第四環, 多元發展擺脫長環是第五環, 一環接一環, 失望我方今日強要的可持續性。 扶貧不是一個結果, 而是一個過程。 公務咖啡也不是一個解決方法, 而是一個工具, 要從窮變富, 要從窮變富, 不是一個一日千里。 而是今天當今社會下, 如何配合不同的方法, 並不合作消財貧窮, 才是我方今日見到。 而我方今日見到, 極端貧窮的人, 離開絕對貧窮是效, 相對貧窮的人, 而高於貧窮線都是效。 因此今天變態你應成立, 多謝各位。 比賽告一段落, 提提評判在填寫評分子的時候, 最佳辯論員是需要額外評分, 請先選出三位表現較佳的辯論, 最佳一位得三分, 次佳一位得兩分, 餘下一位得一分。 三位評判都填寫完分子之後, 就可以進入評語環節。 好,現在先請李老師為我們做一些分享。 是的, 同學, 其實呢, 講一些個人感想而已, 我覺得聯賽出這條變題, 其實我就不太同意出這條變題給學生打, 原因是, 這條變題要消化的資料太多了, 需要同學那個的, 是的, 即是同學需要那個的國際觀, 或者常識都相當, 要求都相當高, 所以, 未必能夠很容易地把握, 消化到場比賽裡面的研究, 數據, 為什麼會這樣, 或者種種的運作, 都不是那麼容易, 尤其是, 兩個禮拜前才打過一場, 其實我相信大部分都是應該打完Will Smith那場, 才開始準備這一場, 準備這一場, 那那個, 是的, 所以導致到有些事情, 其實呢, 就是作為打這條變題, 應該, 就是, 上一場比賽那兩隊都是一樣, 雖然他們不在這裡, 是的, 但是聽過這兩場比賽, 甚至我覺得我自己那邊那場, 都應該會是出現一些, 就是出現一些情況, 同學對於, 即是沒有足夠的常識, 來去消化一些的資料, 或者理解了那些資料, 即是很簡單的, 即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 正方呢, 即是, 一時就埃塞俄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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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他們可能不太知道, 其實兩個國家是同一個國家, 即是名字不同, 但是其實是同一個國家, 是的, 如果不是照計應該, 即是如果知道兩個國家是同一個國家, 照計應該統一了這個說法, 就不會, 一時埃塞俄比亞, 一時就埃塞俄比亞, 即是, 還要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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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變是, 第一個點是用了埃塞俄比亞做例子, 第二, 跟著第二個點是用伊塞俄比亞做例子, 伊塞俄比亞做例子, 其實兩個是同一個國家, 你說好像兩個不同國家的例子, 但是其實是同一個國家的例子, 或者說說說說, 即是, 其實反方都有類似, 不是, 正方都有類似情況, 即是說說說埃塞俄比亞, 或者伊塞俄比亞, 它不夠水源這樣, 然後說說說, 突然之間, 我們那個, 即是突然之間這個世界就飛去洪多拉斯, 那, 兩個不同區域來的, 即是一個在非洲, 一個在中美洲, 那, 會奇怪, 即是, 你在洪多拉斯, 建什麼水塔, 那些其實是幫不到伊塞俄比亞的, 因為兩個不同地區, 那, 還有, 即是, 這些都是, 即是, 我們可以理解到發生什麼, 理解到大家其實知識差什麼, 還有, 未必很, 即是, 未必很關鍵的, 我覺得有些很關鍵的就是, 大家其實對公平, 在這場比賽, 其實雙方加起來, 我上一場做的那兩, 那兩, 那兩隊, 其實對於整個公平流役, 是, 運作是, 其實是怎樣, 或者它在說什麼, 其實好像就不太知道, 即是, 例如反方金, 又不斷在那裡提, 那些, 不斷提一些自由派的概念, 總之就是, 我, 我供應多了, 那, 或者, 價高了, 那些人就會生產多了, 那, 然後就會供過於求, 供過於求, 那價錢就幫不了人, 但是, 公平貿易本身, 其實還有一部分, 就是, 為什麼公平貿易的咖啡, 會特別賣得比, 一般, 你可能買著巢等等, 那些, 為什麼會特別賣得貴一點, 就是因為其實, 它在說一個良心消費的市場, 那這個市場, 其實是, 就是, 和其他, 是, 會有不同的, 就是, 如果你純粹就是, 拿自由派的概念來, 去說市場的話, 其實公平貿易的咖啡, 是不會有人買的, 不是77%沒有人買的, 是0%有人買的, 因為那個價格, 其實已經是高過一般的咖啡, 那, 為什麼他們會買那個咖啡, 還有, 就是因為, 當越來越多人, 在說良心消費的時候, 他們就會, 放棄去買, 原本他們買開那些, 不公平貿易的咖啡, 去買公平貿易的咖啡, 而導致那個, 公平貿易那邊的需求, 對於公平貿易的咖啡的需求, 增加了, 那麼, 這個和你一般, 你剛才說的, 自由派那種的說法, 其實是, 大家那個, 就是大家那個, 前設本身已經是不同了, 大家前設的市場, 根本就是在說不同的市場, 所以, 這裡是, 反方說這方面, 其實是有問題, 是有問題, 但是很明顯就是, 正方是不知道, 怎樣回應, 因為正方都不理解, 公平貿易咖啡, 由它種出來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低合, 就是為什麼它會有一個, 最低收購價, 為什麼那個最低收購價, 是去到最後, 就是最低收購價, 你的收購價是, 你的收購價是, 是高過其他人的收購價, 為什麼這班, 為什麼這班, 做公平貿易咖啡, 就是最後買咖啡豆出去, 那班人是不會倒閉的, 令到這個公平貿易可以繼續溫下去, 就是因為, 其實我正在做的, 一個良心消費的市場, 和一般人, 我們可能買罐穿咖啡喝的市場, 其實是在說兩個不同的市場, 那這樣, 我想正方就沒有好好的回應, 不過有個地方, 正方是, 是回應得比較好, 而且我覺得反方, 是不需要下這些標準, 是不需要下這些標準, 要記住在辯論, 在現在的辯論比賽裡面, 就是一些很明顯, 很明顯的錯, 除非你有特別的原因, 否則的話, 就是可能那個標準不是這麼用的, 例如你一直都是說, 只有3%參加, 所以其實就付不到貧, 那接著越說越離譜, 因為美國法國那些都不參加, 所以就付不到貧, 沒有理由是一個人吃了一顆藥, 要醫治其他人的病, 是的, 這個標準是, 聽下去很難接受, 而實際上, 在比賽的後期, 而對方一直都是有抓住來打的時候, 很容易在這方面輸分給別人, 那這個我想要記住, 在定標準的時候, 不要去得那麼準, 其實我覺得反方是, 在這條辯題上面, 其實已經是有一定的優勢的了, 那你不用一些比較, 你不用一些比較極端少少, 或者聽下去有些怪的標準, 其實你都贏到這條辯題的, 反而你這樣做多了, 你是給了正方生機的, 你令到他們, 透過打你的標準來推理你的條線, 或者能夠拿到反駁的分數, 反而你是用不到你自己那邊的優勢, 反而你會變了不著數那邊, 那這方面是要留意的, 還有一樣, 雙方好像也是, 例如, 不是很理解那些人的, 或者那些合作社那些人的生活, 例如, 埃塞俄比亞, 4元美金已經夠吃幾天飯, 那些講法和例子, 其實反而是, 因為他不是賣一磅, 一斤咖啡豆的, 他們的合作社是端端賣出去的, 所以他賺的錢不是4美元, 可能是, 可能是多很多, 可能是4千美元, 4萬美元, 當然是他們合作社那些人會分, 是的, 但是, 講到好像他們種完咖啡豆, 收成了, 只有幾元美金, 好像很嚴重, 應該死了, 應該死了, 是的, 在那些講法上面, 不夠清楚, 不夠做得好, 不夠做得好, 另外, 內政方都有一個我覺得可以做的位置, 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就是, 沒有圈驗一些地方, 當反方不停跟你說, 那些地方其實本身都已經是會, 本身那些地方都脫貧, 甚至那些地方本身都不是貧的, 本身有些地方是不是貧呢? 例如中美洲那些, 其實是不是真的貧呢? 的確他們很多都未必去到赤貧階段, 因為其實, 赤貧的人口最主要都是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所謂的, 但是其實, 正方那邊都可以去講多一點點的, 其實例如, 你覺得政府都會起學校, 但實際上, 例如埃塞俄比亞那些, 或者你說一些, 其他非洲的國家的例子, 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政府只是要應付國內的傳染病問題, 或者其他的問題, 或者內戰等等的問題, 你既然有講,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你前面那些人不講, 就是應付那些問題已經令到, 如果那幫人透過公平貿易那個, 補助基金來去起學校, 其實他真的起不到學校, 因為政府不會幫你起基建, 他們的錢, 他們的稅收都用完去搞其他事情, 是不會有實際的設施幫到你, 那這些地方, 其實你應該圈驗多些, 但是圈驗太少, 那變成了, 人家會講得傷, 就是這方面可能會有少少, 就是合理性會提高了, 是的, 是的, 還有, 另外一方面可以打的就是, 其實呢, 就是要預了的, 就是你比穿你是反方, 每個人都一定會去打轉行的, 最好呢, 就是每個國家都去中國這樣, 就是, 那不如你去轉行, 建工廠, 你挨錯了, 給我做iPhone, 一定會賺錢多於種咖啡豆, 一定是的, 那問題是, 你不是要講清楚, 為什麼他們是, 就是為什麼每個國家都要轉, 各個國家都想工業化, 為什麼這些國家去到最後都是種咖啡豆, 他們受制, 就是他們會受制於什麼條件呢, 就是, 例如他們的人力不會夠中國多, 例如他們的土地, 我説, 鬼不知道什麼, 如果他們種屈甘香這樣, 這樣賺得多一點錢, 但是, 那問題就是, 他們的土地未必對, 就是有很多的因素, 是他們不能夠去, 就是, 令到他們都是要, 都是選了要繼續種咖啡豆, 而做其他, 而轉行, 其實未必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很合理的選擇, 就是你不要想著, 他們轉了去種別的東西, 就會成功, 種玉米都可以實收, 他們做畜牧業, 都可以種出一些牛藥, 沒有人買, 然後完全沒有收入, 可以死掉的, 那這些的, 但是這些方面, 其實你要預料, 反方是會說的, 因為反方一定可以吹得很理想的, 這些方面, 轉行, 就是這樣說, 做iPhone一定比更加咖啡豆, 賺得多過, 就是這樣, 你要想定, 當別人的主線, 通常都是打那些東西的時候, 你怎麼回呢, 但是正方今天, 其實在這方面, 回得不是很足夠, 所以, 是, 不過, 當然, 都是那句, 明白的, 因為這條辯題, 我覺得實在太難, 你, 通識科, 通識科教這個題目, 應該都教了兩個星期的時候, 你們, 還上學之餘, 你, 只能夠用短小時間的時間來去, 而不是短過星期的時間來去, 準備這條辯題, 其實, 我覺得消化得不錯, 甚至某程度上, 某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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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的把握, 比上一場那兩隊的, 但是, 可以做, 可以做好一點, 那, 雖然有不足的地方, 那都是因為, 可能時間不夠, 還有變態太深, 那希望大家以後可以繼續, 是, 謝謝老師的分享, 接朋友邀請劉智榮小姐, 再一點分享, 好, 首先, 多謝賽會邀請, 也多謝兩家學校, 今天, 看星期六的早上都來比賽, 那, 我也感謝上一位老師的補充, 因為, 真的, 的確, 因為我和大家的年紀都相距不遠, 所以, 可能很多對於, 非洲或者中美洲, 他們之間的, 本身的經濟水分, 或者是整個公平不是合作社, 他們本身怎樣運作這些, 其實我和你們都一樣都不太清楚, 那, 我就主要是從, 可能我聽到以一個, 比較辯論員角度, 或者是一些邏輯上面, 我聽到會覺得很硬意, 或者是覺得, 某些位置可以再, 進擊得比較主動一些, 或者是不需要, 就是不需要浪費太多時間的位置去說, 那, 首先呢, 一開始, 其實我是給反方的一個說法, 是說服得到的, 就是你們說, 市場價格本來就會升, 那, 所以其實你這個公平貿易, 是不是沒有什麼用呢? 但是去到後長一點的時候, 其實政方才, 再, 其實政方是去到結辯的時候, 基本上才再拿回一個說法, 我覺得你們可以早一點拿出來說, 就是說, 其實公平貿易, 不是只是說, 那個市場價格升的時候, 當然, 市場價格本身在升, 你, 公平貿易那個價本身, 買賣價都會升, 那, 對於它來說, 它的利益是會升, 但是最重要就是, 如果有動盪的時候, 整個市場是跌, 但是至少它有保底的價格, 我覺得那個應該是公平貿易的賣點, 但是, 你們似乎就沒有比較早的時候拿出來說, 如果不是的話, 就可以再快點去回應, 那, 另外呢, 就是跳到去, 一副的時候呢, 就去到反方, 那, 有一個位置就是, 你們提到說, 由1988年去到現在, 其實公平貿易, 一直都是沒有去扶貧, 但是, 之後好像沒有再去解釋這件事, 然後我就不太明白, 為什麼突然會彈了1988年, 到現在都沒有去扶貧, 但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聽不到還是怎樣, 另外呢, 就是你們連續問了好幾條問題的, 就例如說, 那些成本和利潤會抵消, 例如說, 那些學校其實幫不了真正的農民等等, 但是其實, 因為你們浪費了很多時間去問問題, 其實與其你們問更多條問題, 不如你們可能進入了一條問題之後, 你們會代正方去回答一些, 或者是你們發覺他們真的會不回答你問題的時候, 至少你們都會有一些很短的句子, 是可以幫你們, 就是可以幫評判去知道, 原來是真的做不到的, 好過你依賴正方去回答, 但如果他們真的不回答, 那怎樣呢? 就是, 你問完那條問題, 我應該是, 我應該是, 我知道原來那些成本和利潤是會抵消的, 然後那些學校和基建, 其實那些農民是用不到的, 就是我知道你們應該是可以證明到這件事的, 但是, 就嘗試一下, 除了依賴正方回答之外, 你們自己都要準備一些短的句子, 就是可以幫你們很快去分析那些東西, 另外呢, 就是, 跟剛才的評判講的一樣, 就是你們說有3%的農民加入, 然後, 後來你們就說, 那些法國, 那些, 就是, 一些大國他們不加入, 就是代表你的計劃沒有用, 但是, 那大國不加入, 不代表他的計劃沒有用, 首先就是, 還有, 就是, 你現在就要衡量那3%的人加入了是怎樣, 另外, 還有, 大國不加入, 那他們是搞合作社, 可能他們是負責, 就是會幫你基建那邊, 其實大國本身都可能不需要這樣, 那他們加入完之後, 可能對他們利益根本就沒有幫助的時候, 就是, 他還賺得沒有那麼多暴利的時候, 那他幹嘛要加入呢? 我覺得其實這方面, 正方可以正面回答是不關事, 那, 然後呢, 就去到, 還有, 我覺得, 反方都提了一個位, 就是, 我一開始都覺得挺有說服力的, 就是你們說, 加入了的人其實都不是窮人, 因為你們在主編好早的時候已經提到, 這個是一個制度的流動, 就是說, 他們加入的那個成本很高昂, 那些認證, 那些申請, 但是, 因為正方你們又有提到, 又說, 有一些人他們參加完這個計劃之後, 其實是可以脫離到這個絕對的, 那個貧窮線, 所以, 其實, 究竟是那個加入費真的那麼高昂, 還是其實, 只有少部分人是所謂本身已經不是窮的人呢? 那麼, 如果是正方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都不需要回避, 那麼, 然後呢, 就是去到台下發問那裡, 反方第一條的問題的時候, 就說有77個百分比的咖啡豆都是不成功去售出, 但是, 如果就這樣看這個數的話, 就好像真的有很多都賣不出, 但是, 實際上面, 他又拿出很多證據說那些基建是, 所以, 如果我是正方的話, 我就不會答應證與否, 他們相測328磅, 我就會直接回答他們, 有方同學解決之後, 那麼多咖啡豆是不成功售出的話, 那些, 我就會數回那些, 不知道什麼百多間學校, 那些不知道多少個水塔, 那些基建是從哪裡來的呢? 那些一億那些社區發展基金是從哪裡來的呢? 那我就直接回答他, 就不用回答他什麼相差多少, 因為, 你實在是做到多少就是多少, 但是, 對了, 這個位, 然後去到第二條的正方問, 反方的台下法問的時候, 我覺得反方的同學其實, 你可以不需要重複問題, 就是可能你的重複問題是因為你未想好答案, 所以你想靠這個重複問題去, 去爭取這個時間, 但是當你爭取完時間之後, 你也是回答說, 有錢的農民就會不加入, 所以那個計劃就沒有用, 還有就是, 其實雙方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們在台下法問的時候, 經常都是, 好像只是一個, 就是問答比賽那樣, 就是別人問你什麼, 就答你什麼, 但其實台下法問, 你可以再善用一點那個時間, 就是有可能對方, 例如, 好像剛才那條那樣, 他說賣不出, 有很多都賣不出, 那其實正方, 你除了答說, 其實, 其實你, 即使那個賣票的數, 可能不是很高, 就是你不需要回答這句, 但你開始回答他說, 其實很多基建都做得到, 那其實你可以再更加解釋, 究竟有很多基建, 可能對他們扶貧, 或者對他們脫貧有什麼功效, 就是你們是可以善用那個時間, 就是有那些時間就不要浪費, 因為每一個被評判聽到你說話的機會都是, 都是為你們加分的, 即如果你不是說廢話的話, 所以, 我覺得你答完別人的問題之後, 其實你就可以善用那個時間, 就不用好像, 人家只問我那條問題, 答完我就走了, 即有時候見到你們突然之間就走了, 我就以為你們會繼續說, 還有就是去到最後, 反方結辯那個位,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剛才那個老師所說, 你們是有一種自由派的概念, 但本來我沒有聽過自由派的概念, 但是, 就是去到最後, 我明白你們那個功過於求, 所以, 現在公平貿易好像惡化的那個情況, 即是你說那個畫面, 我是想像得到的, 但是, 同一時間, 你們又說到公平貿易, 好像真的吸引到那些人去做那件事, 所以你們就好像解不開這個結, 同一時間, 我幫你那一套, 公過於求, 你再不斷吸引那些人去做公平貿易, 好像真的惡化那個市場, 但是同一時間, 你又說到公平貿易, 好像真的這麼吸引, 那些人又真的去做, 那究竟公平貿易是否本身, 其實它是真的很幫得到手, 但純粹是, 你不想見到那麼多人去那裡賺錢, 你覺得會惡化那個情況, 所以你才不讓那些人去呢? 那我就覺得, 這個位置好像有說不過去, 因為你同一時間, 你又贊成公平貿易, 同一時間, 你又純粹是不想惡化那個市場, 那就有一點奇怪, 還有, 去到最後, 你的結論就變成說, 所以去到最後就是要那些人, 要降低這個生產量, 和提升這個價格, 但是, 如果本身賺到錢的話, 那你怎樣可以, 就是你現在是直接叫那些人, 不要加入公平貿易, 所以我們就, 所以我就覺得, 你似乎, 說到最後就已經, 不是說公平貿易, 是不是可以脫得到貧, 但是你的建議就變成, 不如大家不要加入公平貿易, 那所以我就覺得, 去到最後那個結論那個位, 就有一點點, 可能不是很可以解到那個結, 所以可能你們, 在那個供過的需求, 和認同公平貿易那個, 成效那個位, 要再降低一點, 才可以令到評論可以接受到你的整個論述, 那應該差不多就是這樣, 不過我也覺得, 其實你們這一場的同學, 都已經在那個資料運用, 和在解說一些複雜的例子上面, 是做得好很多, 就是, 例如你們說很多的例子, 雖然那些國家名字,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他們在哪裏, 但是, 至少, 我覺得真的可以幫到很多手, 就是你們可以直接說到, 例如說, 140個家庭, 160幾萬人受惠, 就是那些我是聽得入耳的, 還有, 整體活用資料方面, 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是, 在嘗試方面, 大家一起努力吧, 就是這樣, 謝謝劉小姐的評語, 接來邀請周老師做一些分享, 是, 剛才兩位評判都說了很多, 或者我都長話短說, 我會覺得今天, 無論是正方還是反方, 其實主線上我聽完之後, 或者聽完整場比賽, 都覺得有一個比較奇怪的位置, 如果先說反方, 正如剛才劉小姐所說, 我會在很早期, 在反主出來講完一份稿之後, 其實我自己已經看到, 0.1、0.2, 我聽下去, 感覺上是有點矛盾的, 0.1的時候就會說, 現在的申請費用很貴, 各種的成本都很高額等等, 所以農民其實就不會想參與這個公平貿易的, 但是0.2就出來跟我說, 如果有這個公平貿易的話, 就會吸引了很多農民來參與, 那咖啡的供應就會進一步提升, 加劇了整個工不應求的情況, 我自己聽的時候, 我覺得這兩個論點本身是有一點點默響的, 那你是想說, 究竟公平貿易這件事, 它是可以吸引到農民去參與, 還是可以吸引到農民去參與呢? 但是無奈就是, 證方好像沒有就這件事去作出一些的攻擊, 所以我都沒有辦法就這件事去給政方的, 而證方比較奇怪的那件事就是, 一開始我會覺得質重點是想說, 第一就是收入的提升, 第二就是說一些譬如說是教育, 又或者其他的一些水塔等等的社區設施等等的改善, 從而令到他們的生活質素都可以有一個改善, 但是去到後場的時候, 不知為何才出現了一些類似農民要有他們的尊嚴, 這個公平貿易的組織, 他們是想幫助他們更加有凝聚力, 給他們自主權等等, 那這些概念我會覺得在前場又好像不特別有刻劃, 是去到後場才無端端走出一些東西, 那我是會覺得比較奇怪的位置, 但是即使想打這個凝聚力, 自主權或者農民要有尊嚴等等都好, 那我覺得反方都可以想一件事就是, 假設這個公平貿易的組織, 它真的可以有凝聚力, 真的給到自主權他們, 那是不是又等同於有效輔導品呢? 那其實兩件事好像中間好像欠缺了扣連, 所以這個也可以再想一想, 另外就是其實有一些比較細微的位置, 我想是一些口音而已, 但是聽出來也有少許隱異的, 譬如去到反方結辯的時候, 會聽到, 我估計你應該是想說, 那個成本這麼高昂的時候, 如果你加入這個公平貿易, 它也不算是貧窮, 我理解你應該是想這麼說的, 但是最後你講了出來, 就變成成本這麼高昂, 它能進入的話, 它也不是一個農民, 所以這些位置我聽下去, 是會覺得有些奇怪的, 那一下子就一會這樣, 至於正方其實也有同樣的問題, 也是在劫便的時候, 有些口音譬如說, 要做一個前後對比的時候, 就算它的收入是沒有變化, 但是也可以幫它們讀書, 幫它們起到學校, 那我會覺得, 那你是不是真的認了, 你是不是自己打回自己的環溫, 其實它的收入是沒有變化, 是沒有增加到呢? 那這些口音我覺得是要很小心的, 真的不要無緣無故, 好像自己插了自己一刀一樣, 是的, 另外最後一個位置就是, 反方其實今天都很強妙的, 就是說那個成本很公黃, 所以那個農民其實那個收入未必有增加, 未必有一個實際的利潤, 而正方它作一個反駁的方法, 就是說不是的, 其實扣除了成本之後都還有利潤的, 但是解說的時候, 我留意就好像說, 反方同學其實不了解整個公平貿易的制度, 因為他們會有一個叫做保證金的東西, 那這個我是在政結的時候特別聽得清楚的, 那這個保證金, 我覺得如果是這麼重要的一個概念的話, 其實是可以前場早點將它推出來說, 那另外我其實自己都有一個疑問, 因為我對於整個系統, 我其實都不算說是很熟悉的, 這個保證金, 那它的保證金其實是保證了些什麼呢? 它是不是就等同於是可以有利潤, 是賺到錢呢? 還是還是都只是基本可以遮蓋到成本, 還是怎樣呢? 那我覺得這些概念其實在解說的時候, 都要清楚一點點, 是, 那就是這樣了。 謝謝周老師的評語, 那我現在會宣讀賽果, 首先要頒的是最佳辯論員的獎項,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正方的第二副辯, 楊啟江同學。 恭喜, 現在輪到今天的賽果, 今天的賽果是正方得票三, 反方不得票零, 換言之, 今天勝出的學校是金巴倫獎勞會要到中學, 恭喜, 第五位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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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未知一點。 Task nicht。